然后的话呢,题目还有两题,我们把这两题讲完好了,做个结束 将去备这张图,有没有,再缩小百分之九十 放在右下角,并且设定那个混合图层强烈光源 所以这蛮简单的,第一个,把这一张按右键 再复制一个图层,那名称的话呢,叫什么名称 他们要求,所以叫图层五好了 那这一个图层的话呢,你可以把它移过来 做什么呢,做把它题目要求是怎么样呢 缩小,放在右下角 然后呢,所以缩小,缩小Ctrl T Ctrl T之后的话,请你把这个锁,锁起来 本来百分之一百的,改成百分之九十 好,再来的话,他的那个,是不是要做一个水平翻转 对,没错,所以呢,他这个方向不对 编辑里面有一个什么呢,水平翻转 刚刚那个这张图,刚刚忘了按打勾,Ctrl T有没有 然后这边锁起来,这边九十 最后记得打勾一下,不然的话,他这个效果不会加上去 然后翻转在这边,水平翻转,转一下 放哪边呢,放在这个右下角 那我看一下他的位置啊,其实基本上就以完成档为主了 所以他的翅膀有些是在右下角的下面 所以在大概在这个位置 这个好像再过来一点点了,反正就是 适度的位置就可以了 这个的话再过来一点点 好,那翅膀的话不要重叠,以不重叠 好,这样子,然后呢,并且怎么样,把它改成什么,强烈光源 强烈光源从哪边改呢,其实从这边,有一个叫做强烈光源 在这里,点它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了,它有强烈光源的效果出现了 那有点像哦,那个穿透有没有 有一个光线直接穿透这个蝴蝶的感觉 做出来有点类似像这样子 强烈光源 最后的话呢,还有蝴蝶两个字 那蝴蝶两个字怎么做出来的 基本上呢,题目有没有什么要求 这题目里面说 将这个影像先复制一个涂层 然后呢,上面的涂层颜色呢 就是这个2552032,其实就黄色 然后并设定它的那个内阴影 下面涂层呢,它的颜色扩张为3,为白色 所以这怎么做 做出来的效果类似像这样 原来的涂层是长成什么样子 原来的涂层是这个,这张蝴蝶 首先的话,第一个我们需要怎么样 把颜色改成黄色的 就刚刚题目要求那个 那我需要怎么样把它整个选起来最快 选取像素 对,其实你如果用那个魔术办工具也可以 不过魔术办工具变成怎么样 选要选好多次 而且记得要增加 一直选 选,有没有,这边选好了 那这个方法之外,你还可以用按右键 其实选取像素最快 最快嘛,整个选好了 选好之后的话,请你怎么样 先把它填上颜色好了 题目里面要我们怎么样 把那个颜色并 将这个颜色填上 比如说做个内阴影 不过我是建议先把那个后面的白色先做完 然后呢,再来做那个内阴影 比较没有问题 不然的话 那个变成后面的白色也有内阴影 怪怪的 所以看 看起来它背后这个白色的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需要增加一个白色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呢 第一个先填上颜色的 第二个的话,请注意 先把那个背后的这个选举区域怎么样 因为我要等于是让它背后有 有那个一个白色的区域 要把区域给扩大了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利用选举区域里面有一个修改 修改里面有个扩张 扩张让它扩张多少 三个像素 那也就是说呢 它现在选举区域全部都扩张三个像素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针对这一个选举区怎么样 把它填成白色的话 那它势必 底下就会有一个白色的底了 所以我把这个地方按右键 复制图层 记得先扩张之后呢 然后这个这个图 这个底下白色就是叫蝴蝶 我也拷贝好了 那它是白色的 所以我在针对这个范围怎么样 做编辑做填满 把它填满成什么 填满成白色的 好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 我填满白色的区域啊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已经填了 可是底下的那个黄色字没出现了 那怎么办 很简单 把底下这个图层往上拉 放开 你会发现 它的这个 底下的这个 这个有没有 就放在上面了 那最后请你再针对这一个蝴蝶这个字 有没有 做什么内阴影 点它两下嘛 那内阴影打勾 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内阴影就做出来了 按个确定 好 确定完之后的话 请你把这两个图层怎么样 Ctrl Shift先按住 把这两个一起选起来 先把它怎么样 干脆把它连结起来 因为这两个是一体的嘛 把这两个再复制到哪里呢 复制到206去 按个确定 我们来看一下 切过来 蝴蝶两个字出现了 有没有 然后把它移动它 移动到哪里呢 移动到根据题目的要求 大概是这个位置 所以大概就是再把它移过来一点点 蝴蝶两个字 就完成 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了 然后 可以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好了 这个地方 特别注意哦 哎 重点啊 可能会需要有几个地方 你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第一个 也许你就是先怎么样 先把它选起来 好 第二个的话 你就填颜色嘛 填完颜色之后呢 记得用什么 用那个扩 这个这个地方有个选举修改 让它扩张哦 为什么要扩张 因为我底下希望有一个三个像素的一个底在底下啊 你就扩张之后呢 再记得哦 把扩张之后部分呢 选取 做做一个复制图层的动作 然后填上白色的哦 OK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一下哦 扩张 扩张 要几像素啊 三个像素 扩张三个啊 记得再填上白色的 并且把底下涂层拉上去 啊最后把那个黄色的地方哦 黄色的那一个涂层哦 做什么呢 做一个呃 啊所谓的内阴影 其实内阴影打勾就可以了啊 打勾然后呢 再把这两个图层给连结 再复制过去 哎就完成了 我们那个字的部分哦